哇,太香了 鱸鱼再也不要红烧和清蒸了 这样做,简单又好吃 多少钱? 多少钱? 27,27 27是吧,可以 帮我刷了 发沙 帅一下 帮我放血 啊,你是帅的 帅,你把它放在那边去 大家好,我是秦师傅 欢迎您观看我的视频 那么本节课程我们将学习到 蒜香鲈鱼的家常做法 花了27块钱买了一条鲈鱼 已经让年轻漂亮的老板娘 帮我宰杀处理好 回来以后再次刮干净 有可能残留的鱼鳞和内脏残留物 我和大家有说过很多次 鱼血也是鱼的腥味来源之一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用剪刀 把这个地方剪开 把里面的鱼血给它进行深度的清洗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如果你已经吃腻了红烧鱿鱼 清蒸鱿鱼的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然后跟着做给家人尝尝鲜 同行的朋友也可以借鉴一下我这个方法 然后给饭店增添一道特色菜 清洗干净的鱿鱼放到案板上 刮干净表面的粘液 能防止在操作的过程中打滑 也能有效减少鱼的腥味 如视频中这样 用刀从中间挤骨的位置切进去 把鱼劈成两半 注意不要切到底 这一步的目的呢 能使鱼在腌制的过程中更好的入味 也能让它的厚薄更加均匀 便于升局的过程中能均匀的熟透 用刀在它硬骨头的位置随便剁上几个口 让它更好的入味 鱼被幼至较厚的位置 也切上浅浅的一字花刀 也是便于更好的入味 如视频中这样 像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把切好的鱼放入盆中备用 碗中准备适量生姜末和小葱 来一勺盐增加底味大约3克 加入少量蚝油 增加鲜味 提升浓郁度大约5克 增香去腥的胡椒粉 可以多来一些 做鱼必不可少的料酒 它能起到去腥的作用 然后用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出里面的汁水 然后在它伤口上面 撒上刚才调制好的盐水 用手给它涂抹均匀 尽量把每一个地方都能涂抹到 这一步的目的呢 是让它提前腌制入味 也能起到很好的去腥作用 涂抹均匀以后呢 我们放一旁 给它腌制15分钟左右 趁这个时间 我们来准备一些生菊的料头 既然是蒜香生菊如鱼 当然少不了大蒜头 为了突出蒜香味 这里的蒜子呢 尽量多一些 我这边是600克 把蒜子轻轻的拍一下 放入盘中备用 清洗干净的洋葱 把它切成和蒜子差不多的大小 放入盘中备用 我和大家有说过 在你配菜的时候呢 一定要以形配形 意思就是一道菜里面 各种原料的形状尽量统一 为了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感受 我们把鲜沙姜换成了生姜 还准备了适量香菜梗 做这道菜必须要有一个陶瓷的大砂锅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一步开始正式烹饪 起火热锅 把砂锅放进去干烧 锅烧热以后呢 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把生姜和沙姜先放进去 给它爆香 这里我为什么要提到沙姜呢 因为这道菜在广东地区做法的话 必须要有沙姜才够香 由于沙姜的香味 很多人还是不太接受 今天我就没放 生姜爆出香味以后呢 我们把大蒜头给它放进去 爆香 由于几种香料的成熟度不一致 我们把它分开 依次的加入 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倒入切好的洋葱块 条件好的朋友呢 可以把洋葱换成小的干葱头 那样效果更好更香 大火干扁了三分钟左右 已经完全激发出了香味 最后把香菜梗放进去 然后把鲈鱼摆到上面 然后下一步非常重要 烹入适量82年的料酒 从锅边淋入 然后加盖子 然后从盖子上面 烹入适量的高度白酒 然后点火 让它产生火焰 诶 数数不够 用一块生姜 把这个洞给它堵住 大火给它焖焗三分钟 然后转小火 再焗四分钟左右 就好了 中途的时候 可以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从锅边淋入 让它更加滋润 防止糊底糊锅 这时候已经焖焗了七分钟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太香了 然后往上面 浇入适量蒸鱼齿油 让它流入锅底 产生焦化 这样子非常的香 然后在上面 放入一点葱丝 这里和大家要说一下 生菊类的菜 锅底必须要有一点 微微发焦的感觉 才是最佳的效果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一些 半生不熟的洋葱 所以我把它加进去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也能让菜品更加油亮 有光泽 加入香菜点缀 也能增加菜品的清香味 最后出锅上桌食用 一道非常清香 原汁原味的砂锅生菊鱿鱼 制作完成 它的肉质特别的鲜嫩 干香 好吃 你学会了吗 里面的大蒜头 还有洋葱 也特别好吃 特别香 今天视频到这边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点赞 周长转发 我们下期见